上期视频分享了我去河南郊作风景区 参加线下太极培训班的欢乐经历 本期呢是我对太极学校校长 六月老师的个人专访 给大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 多提供一些身心成长的思路 六月老师出生于 六月好 六月生 因为可以帮助零基础学员 跟着我六个月的面子单前起 故而给自己和学校取名六月 不是只是因为你是六月 不 只是巧合 六月老师身上呈现出一种像太极图一样 矛盾对立的阴阳两面 一方面他写作的太极畅销书 太极你练对了吗 文风极其俏皮 温暖 治愈 颠覆了大众全有 对于太极拳高深莫测的想象 也吸引到海内外两千多名学员 加入他的网络太极学校练拳 而另一方面他日常讲话授课时 却全然不似此书的作者 而是180度变身成 我无法用后期掩盖的 严谨 严肃的画风 仿佛生人无尽 他读书时是理工科出身 毕业后却成为了采访 陈家沟太极文化历史的文字记者 也许正是这样多重形式 看似矛盾的两极对立 在他日复一日的太极修行中 逐渐运化统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交作本地人 六位老师是如何从陈家沟的传统传承方式 灰尘出新一套适用于 互联网时代的全新授课方法 河南交作在太极发展史上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教授年轻学员和老年学员 也有哪些不同 以及练太极对于我们普通人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请听他一脸严肃 一本正经地为大家逐一讲解 我来简述一下这个问题 理工男出身的经历 以及在太极陈家沟 作为文字记者采访老权士的经历 对你现在传授太极拳会有哪些影响呢 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一直主张就是说 一定要跳出拳来去看拳 不要钻在拳里面去研究拳 如果你一门心思的就是钻在拳里面 我天天琢磨这个动作 那个招式 那么你的这种对拳的认知 这个境界就很难去提升 太极拳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动作 我一直说它是披着武术外衣的传统文化 那么当我去采访了这么多人 其实不关于我老权士 还有那些太极拳的这些 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一些人物 太极文化的一个研究者 在发源地成家沟里面 他们对太极文化 对一个太极有别样的视角 他们身边都是拳师 他们经历了这个太极拳 一代一代传承 目睹着它的发展和变迁 从他们的视角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 这是太极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一个以前我的这个从业经历来说 这一部分构成了我从第三者 其他的视角去看太极拳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力 那么作为一个理工男 就是思考问题的角度 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理工科的人讲究逻辑 每个问题我就要想个为什么 从这个点上去深挖 从而挖掘出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说 比如为什么要蹲着大群 这个问题肯定很多人都没有想过 大家都认为天经地义呀 大群 这么说就这么做 对 嘟嘟背背 代代相传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那大家都是蹲着大群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蹲着 当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背后 蜜含着 太极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奥秘 就是它的聚气的原理 其实藏在这个动作当中 由这个点 举一反三 去继续往下升挖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跟其他的动作有什么样的关联 再从第三者的视角去观察它 那么这种结合呢 使得我对太极生的认知 就是不断地去提升 那您当时应该是 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是 做记者的时候 对 那怎么想要采访那些老权师 和那些研究者 是领导的 工作 就是工作 其实也不是 其实当时是我们策划了一个选题 我们想把太极做一个选题 就是去做了一个专版 就怎么想要做这个选题 有一个周康叫城市周康 有点文化的属性 太极权作为焦座的一个名片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传承 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专题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焦座的这个文化 我也个人有一些好奇 来这个经典的路上 焦座的市民提到这个武学 各种各样的权啊 掌啊 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焦座这个城市 它在太极的这个文化发展史上 是一个人家的地位 焦座太极文化的诞生 其实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有一句话叫做 一步河南史 半步中国史 自古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说中原地区的战乱是特别的多 那么战乱多 人就要习武 用以仿生 其实不光焦座 从来河南 它的武术的门派种类特别丰富 跟这个它所处的地域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得中原者得天下 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件 都发生在我们这附近 你像武王伐咒 那么三云战旅部 在我们的黄河的对岸 他们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这个焦座所处的地域环境 背靠太行山 南面面临黄河 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 诞生了这种独特的 叫情怀文化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太极诞生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太极 这门武术的学问 这边诞生的吗 还是会在这边后来又发眼光呢 通常我们都看电影说 这个太极是由张三峰所创 其实这个历史记载是不明确的 但是我们说 城市太极诞生诞生于我们这里 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现在市面上的主要流派 源自于城市 这也是有明确的记载 我小时候看过 吴京演的电视剧 有个叫太极宗志的电视剧 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年代 太极宗志演的是谁 我还真不知道 那应该是陈长兴 应该是陈长兴 主角都姓陈 清朝的事情 对 那个陈王庭创权 在陈长兴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 太极权的传承第六代 可以发扬光大 但是这样的太极文化呢 就是作为一个焦座人来说 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自豪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外地的朋友讲呢 就是他太极是焦座的一张名片 那么从全国各地来看 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 就是练拳的这种人群这么密集 来的过程中 对 包括跟咱们的一些 这个酒店的清洁阿姨阿聊 还有路上的那些司机师傅 好像每个人多多少得练过一点点的感觉 都是耳濡目染 而且我们这里的太极权要进学校 学校的在温线学校的这个课间操就是太极权 而且是我们中考必考的这种体育科目 这是只有焦座这样 只有焦座 课间操也学过太极 我们那时候没有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开始 真正推广也就是应该是两千年以后了吧 你说这个互联网教学在整体的太极的这个教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为我比较孤楼寡渡了 我第一次听我朋友就是介绍 我们这篇是太极网课教学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的诧异 不能说觉得不靠谱 但是乍一听是会觉得很荒谬 但是我朋友就特别坚决的推荐我来体验这个网络教台机 所以我就当时也有一个另外一种感受 就是是不是我比较落伍了 就是说现在已经大家都在互联网学台机 是只有假的这边这样而说 其实很多的文派老师都在用互联网教学 其实互联网教学很普及很普遍 很多这种关键意识比较超强的老师都在现场教学 都在进行尝试 它是我们的这种空讯的基础设施发展之后的一个必然趋势 我们传统的教学通常台机选这些概念都比较悬 就是说的比较虚 我们把它基本上就是做到让你听了 就立刻能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开步 比如在线下教学 我说你向左前方开步 那么线上教学呢 我们会说你向左前方四十五度开步 一些量化的 我们派基层的专业术语叫椰架子 就是一排当中就一对一的这样 对 我们是这种双向的互动 不是单向的传播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讲 或者扔一段视频给你自己看 而是你看完了 我们还有这种隔着网络 这种手把手的视频 就是直接对话来给你揪着动作 我们叫捏架子 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展这种线上教学的成本特别的高 很多全师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 他们更愿意站在台上一个人讲 大家在听 听完了自己练就行了 网络的这个过程中 因为网络教学很多的专业的部分 又被精细化了 或者是数据化了 对 所以以前的那种传承方式 反而还没有过 前面有参加咱们的老年班 今天又看到您来了年轻的80号的群 学生年龄差度这么大 然后您教学生论这么多 您觉得教这种老年人 或教年轻人的学代机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会有侧重吗 是不同的 每个人每个年龄段 身体的状态不一样 身体的体能不一样 我们要求都不一样 那么像中老年群体 就是体力不行 腿力达不到 有的还有这个腿上有伤 有膝盖疼痛 那么这个年龄就叫退行病病 那么我们特别的关注他的下盘 就是在让他确保不受伤的前提下去 练拳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那么中老年群体对这个文化积淀 他的思想 他的阅历 会更丰富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 全里全法的讲解上 这方面的语言会更多一些 那么对年轻的群体呢 我们会结合他们的身体的特点 就是他们体力好 精力旺盛了 我们会他们练的时间 强度会稍微大一些 更强一些 大家更喜欢这种互动 更活泼 让他们去喜欢去接受 当然我们贯穿始终的一个宗旨 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一块 不管在哪一个课堂 我们都要去普及 都要去推广 年轻人更需要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所以说今天我们开篇讲的就是这种 阴阳太极 在这个方面强化的更多一点 那么在具体的教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止于针对这个 不同年龄大的群体 其实我们是一人一个方案 就是每个人他的身体条件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练内在的 跟练存肢体的是不同的 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条件 他之前的练存的经历 包括他的这种 之前从事的什么样的运动 都会影响他现在的状态 所以说你要是在同一个模式下 同一个模式 同一种教学方法完全一样 那么短短的五天时间 有些人是很难蒙动 我们要保证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蒙动 就得因材施角因人而异 那首诗 写的首诗叫太极 是最慈悲的运动 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慈悲 您可以再和我们的 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怎么得来的 这句话 此刻也怎么讲 好几个方面 就是这个犬本身 它的适应面很广 有一种那种普渡众生的意味在里面 因为它是全灵都可以练 从小孩到老人 都可以 它不分年龄 不分贵戒 不分你的身体的强壮 虚弱 都能接受 但是其他的运动未必 很多运动老年人练不了 很多运动穷人也练不了 对 很多运动穷人也练不了 没错 就是太极拳 它你看 之所以成为我们 现在当地的第一大运动 就是因为它有一种慈悲的 虽然它不是一个人 但是它有一种慈悲的 这种理念在里面 有这种普渡众生的 这种意味在里面 分类 对 所有人都可以 你的基础好 它就给你更高的更好的东西 你的基础差一些 它就给你更一些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你无论是什么年龄段 无论什么样的人群 都能在这个保护里面 得到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它有很高的门槛 很多人是望而却步 这是您个人的总结 还是您的总结 是我个人的一个总结 本期内容还有下集 我们下集见